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又是我,死呀耶 大家覺得聲音如何?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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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條片尾聲都說 我下個星期會去日本旅行 都想拍少許片 一例就可能當一個紀錄 給自己一個紀錄 一例都想拍少許片給大家看看 看看拍到甚麼就算了 但是公欲善其是必先利其器 今天就去買了三軸無線咪 所以這條片屎不恨 嘗嘗用無線咪去拍一拍 但仍未觸摸到那個聲浪 因為平時小弟說話都大聲功 大家在影片下方都可以給少許意見小弟 有甚麼感想和改善 可以告訴我 廢話就不說了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CAR SIGNATURE METAL ROBOT 其實一直有買的甚麼TR6 又或者再之前的地獄死神 全部都有買 不過就好像拍片的時間不太合得對 引人嘗試撐一下就過了過了秒 過了秒就免得再特別搞,懶惰 所以那些就沒有拍到,這隻我覺得都合時宜 即管開來跟大家看看 還有這架機體的顏色我覺得蠻特別 好像有點冷悶,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出來就這樣的,由於時間關係 背包,激光劍劍柄,還有在右手的Beam Spray Gun 都安裝好了,一會再跟大家看看 配件方面都算多 先有這個Beamu Laifuru,有兩款不同粗幼的Beamu Saberu Effect 有個盾牌,這個用來讀過Income Unit的補助Pax 手型有一系列,即是炸槍、炸劍、不同平手角度的手型 這四條就是Income Unit,線控式引導炮的線 這八粒是給這四條用的 因為一接就要套一個下去,頒起設定上的表現 這個角度可能難看一點 其實有兩款不同的盾牌接駁Pax 一會都會跟大家看看試試 當然不少得還有這個專用地台 寫了Inmasa反擊,0093年 有那個型號,RX-94 New Gundam Mass Production Type 有個這樣的地台,看看裝不裝,再算吧 由Masa所統領的自護軍 極有可能將詐得多加量產化 聯邦軍即使有積根作為主力 亦顯得有所不足 於是就開始Liu Gundam量產化計劃 不過由於這場戰役時間非常短 加上量產型Liu Gundam的製作費用不非 所以這個計劃最終都只是生產少數機體後 就不了了之 好,看看本體先 其實這個量產型Liu Gundam 最盤估初開的時候 是出自大河遠邦男老師的手筆 來到2023年 這個卡式力廠系列 就由Katoki老師 重新設定過一些細節 新型、配色等等的地方 大家對比舊那張圖 應該可以留意到 新型上 這個卡式力廠的版本 是比較Slim 而配色方面也比較淺色 之前那隻這些淺藍色的位置 是會再深色一點 現在其實是偏向接近一個 很淺很淺很淺的淺藍色 叫得卡式力廠的系列 當然不會少得一些卡式力廠系列 最大的特徵就是很多marking 可能排氣口這些位置 booster這些位置 都有些marking 稍後都會 close up 給大家看一看 轉個圈給大家看 好 轉了一個圈 近一點看看他的面相 近一點看看 眼睛就上了一個青金色 也有少少難看 落足眼力才看到那個青金色 額頭的Monitor就上了一個金屬綠色 我自己其實就好喜歡這個 好淺的藍色配這個薄荷色的 撞出來的效果 都頗聰神 和他booster 排氣口的位置 全部用了一隻黃色菌邊 你看下去 那些色撞到七彩 好鮮艷好沙繩 我好喜歡這個配色 正如剛才所說 marking 相當充足 這些位置 腰間 copy的門口 都是做足很多marking 肩膀 前臂 背包等等的位置 都是很多marking 更加多的資訊量 更加有真實感 在這裡 除了主體的好淺的天藍色之外 其實他有些位置 就用了一隻再深色少少的天藍色 當然新得來都不是一個好深的顏色 即是膝頭哥 裙這個位置 和那個 腹腳的位置 就用了一隻再深少少 少少 又不是認真很多的天藍色 原來小腿後面也是 都有層次感 看上去就不會太單調 接著就看看這個官方都很強調的 Bimus Bulagan 那個造型就是這樣的 有些喉管駁著 這個位置 這個灰色的位置 可以稍微揭高一點 角度有點難走 有一個小小的可動 細節就看過了 一如既往 全身都做了一個燒光的coating 看上去好像高級一點 Gran一點 其實整隻外殼都是膠 唯獨是關節這些位置 大家看到有個黑鐵色反光這些位置 小腿和大腿連接 還是是股關節 和腳掌中間的軸 就是所有關節的位置 就是金屬 這個Metal Robot 1 的Metal 就是用了在一些關節的位置 外殼就全交了 接著就試試它的可動 頭和頸一個波裝 頸和身就另一個波裝 高一點大家就看到 雙重波裝 所以向左望向右望都沒有問題 向上網都有一定的幅度 不過扭的時候就小心 大家看到它的角好像很幼條 很害怕扭的時候 撞斷天線 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肩膀其實有個圈圈 套在中間的軸 可以獨立自己活動 手平舉 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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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的旋轉 看看 前臂 哎 意外地是摺得多 這個欣賞 前臂和手腕的連接 就有一個Hinge 裝 手腕和拳頭的連接 就有一個波裝 所以都可以旋轉和上下活動 這個位置可以留意一下 但肩膀的裝甲不論是前面還是後面 其實都可以拉出少少 去 這樣 後面都有這個關節 拉出了之後 就可以輕微地打開 等隻手 向上移動的幅度 是多少少的 就像這樣的狀況 除此之外 這個年代似乎 BUTTERFY裝 都是不可或缺 這個都基本的配置 反而空這個位置 沒有什麼關節 上半身和下盤的連接 就是一個波裝 裙子 前面這塊可以揭起 旁邊 都可以揭起一下 後面 都可以揭開 哇 通透 大家看到這裡 平時我常常說那個向前反的軸 關節可以向前反之後 腳可以踢到這麼高 如果不向前反 就來到這裡 向前反了之後 再高一點 這樣 打側就有這個幅度 OK 前後動就一定沒問題 大腿有個水平旋轉 接著就到小腿的可動 大家一度摺的時候 應該會見到膝蓋有個少少連動 好 再來一次 一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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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倒轉 有個連動 但搞到油壓 好像很支離破碎 這個位置 是 扣少少分 之後就到腳掌 腳掌的可動域 又比我想像中多 那麼 先先這個位置 有個Hinge 可以這樣 前後移動 跟著 也有一個 幾強的接地 哇 這樣的幅度 這個是 OK 另外 鞋尖這個位置 也有個少少的可動 大概是這樣 接著到背包 這個 Income Unit 就可以這樣 上下活動 亦都可以 向外反開來 有個這樣的可動幅度 那背包 除了剛才說過的Hinge 裝之外 其實 那個肩膀底下 都是有個波裝 好害怕 剛剛碰到他的角 有個波裝 劍柄 可以 有些不同的角度旋轉 上下 都是可以做到的 裝盾牌之前 講一下兩個接駁裝位 有什麼不同 寬一點 這款就是直接刺到前臂 OK 看看 這個位置 大家見到有個Hinge 就可以 被盾 反向不同方向 跟盾的連接 就有個波裝 可以扭不同角度 這一款窄少少的款 就是被大家扣到那個Bimu Svulega 亦都同樣地 這裏有個Hinge 可以揭開少少少 我們 刺到前臂 不要 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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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都是跟原本的Liu Gundam 是很接近的 但是用的質料可能就會似一檔 所以基本上 設定上 這隻是一個打了八折的Liu Gundam 即是他的出力、火力、機動性各樣性 就是這個80%版的Liu Gundam 好 接著再試其他武器給大家看 好 現在拿了插在背包的Bimu Svulega 即是粗一點的一把給大家看 亦都插在一個Bimu Svulega Effect 括弧大給大家看 好像很龐敗的能量 嘩 激光 有一個動感 至於另一把激光劍 裝在哪裏呢 其實就掛在腰後面這個位置 這一把幼少少 平時就可以掛在這裡收納 這樣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 把激光Effect 現在就拿了右那把激光劍 以及試了那個Effect 細的版本 讓大家對比一下 大的是這樣的 又粗又長 好像我一樣 哈哈哈哈 另外這個就是這個幼的版本 大家留意一下 拿兩款不同的Bimu Svulega 是要用兩款不同的手型 因為那個手的孔 有少少大小不同 這個是可以留意的 跟著跟大家玩的是 背包的Income Unit 即是這個 鮮空式引導炮 其實設定上 這架量產型Liu Gundam 其實是有兩種制式的 一種就是給Liu Type用的 比Liu Type用的 就會配置這個 FINFANELU 即是阿寶平時用的 那六支 如果就比普通人用 普通的Ace Pilot用 就會配置這個 Income Unit 鮮空式引導炮 現在來玩玩 講完輸就玩一下 這兩個白色的位置 其實可以打開的 上面就這樣 下面就大概這個幅度 就可以拔出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印象 這個Gundam Mark IV 其實都有這個配置 拔了兩顆Unit 就可以接駁Pax 這樣它的線 其實都有兩款不同的插頭 這個大這個 大這個 大一點的一款 就拔到最長的位置 小一點的這款 就拔到這個坑 下面這個坑的位置 現在弄一弄 再拔好再給大家看 好像很禮計 好 現在裝了四支 這個線控式引導炮 都滿有趣 因為它有八顆的東西 其實 其實封面就剛剛好 裝在一些接隔的位置 假裝有一點點關節 出來的效果 又意外地是 挺過癮的 飛了四顆東西出來 這樣的款 後面這個位置其實都很有趣 它呢 我剛才給大家看 有兩款不同的接隔位置 現在大家應該看到 剛剛好就好像 肥婆貓塔 塌塌塌 這個位置的密封程度 看上去都算不錯 順便也換了一款 攤開的手型給大家看 但是由於這四支 Income Unit 實在飛得太遠了 鏡頭有少少不知怎樣拿 不斷地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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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來個高度對比環節 那麽在畫面的右手邊 就是這個HG1-144的 風靈高達修改型 那麽之後都會拍片 那麽呢 其實都未搞好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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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大家試過玩過 小弟訂這款的時候就成為$1099 你說是不是很貴呢?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當然這個是depends on 個人的價值觀 很難一概而論 先講一下這款的優點 上色工整的整體色澤的表現是優秀 可動域方面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特別是摺地我有一點點意外 唯獨是我這款不知是個體差還是怎樣 我那款右手的關節是偏鬆的 即是手臂、前臂的位置 那些關節是偏鬆的 不知其他兄弟有沒有面對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片中也幾次不厭其煩地說 我很喜歡這個Color Scheme 真是顏色撞得很特別 二來這個量產型Liu Gundam 出過的產品 好像真的不算認真很多 好像早前出了扭蛋 什麼重裝重奏那個也有出過扭蛋 再數可能都好像沒有出過什麼 變相為數不多的產品之下 又有一個特別的吸引力 整體我幾滿意這盒的表現 當然我知道這格不是一格很大眾化會喜歡的機體 始終沒有在任何影像作品出現過 人氣始終是差一點的 正正因為這點夠冷滿 特別少少 我又幾喜歡這盒東西 但如果大家覺得沒什麼興趣 即是我只是存在影像作品出現過的主角 就當知道有件這樣的東西 拍到一半才發現Bimusabele 調轉了插槍 我想大家最主要看到 這格Liu Gundam 量產型的情況 都會是打G-Gen 早前機戰30都有它的身影 不過那個裝備就不同 真的比較沒那麼有人氣 大家可能會發現我拍這條片有少少好像在說書 因為其實我還未習慣無線咪的距離 說話的大小聲應該是怎樣控制 於是就有少少抑壓 壓制著這把聲音 讓自己不要那麼高壓力 這個我要慢慢習慣 大家先先容忍這條片 這個要跟大家殺個唔 今天的分享大概來到這裏 我自己是推薦的 看看大家的個人喜好是怎樣 有個項目想補充 真的難防他之後是出個Film回來的版本 如果真的想買的兄弟可以思索一下 會不會等一等 有個溫馨提示 今天就真的來到這裏 下一集再跟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